本期议题关键词 以防养老 房产抵押 投资诈骗 根据焦点争议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 全取着力于民伤事案件领域的 徐丹瑶律师 黄浩律师 刑事领域的赵庆阳律师 三位共同组成本场的代理律师团 同时我们也请来了 提供对立视角的X律师 法学教授杨帆 在今天的交锋当中 他将成为三位金牌律师的强大对手 本期委托人来自北京 55岁的张树慧 据他说 他被投资公司骗了 现在房子保不住了 一段小片了解一下当时 记者来到了北京 找到了张树慧 位于石井山公园附近的家 这个时间是他雷打不动做饭的点 我这一个人这一顿饭 得做三个人的饭 我得给他打出来喂啊 老母亲得做完饭 得让他吃啊 这个人就跟你说 他必须得保证每天你能吃上饭 能吃进饭去 想吃饭 对吧 和张树慧同住的是他的妻子和母亲 妻子患见动症三年 母亲94岁也需要人照顾 今天这稀吗 我觉得有点稀似的 辞去工作照顾家人的张树慧 在2020年参与了和谐众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一项 所谓的以防养老投资 那个时候就是他这个像他身体就这样了 你要我什么也做不了 是吧 也没有什么收入 他们跟我就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就是什么你现在不用去做银行贷款了 这房子呢拿过来呢走一下这个流程的话呢 你就可以呢享受每年有一个5%的那么一个利息的回报 又参加完年会 又看着课前会吧 又这一系列的所谓安全保障以后 就这么着我们就跟他们做了 看到公司出具的各项资质认证 张树慧觉着这是个合理合法安全的项目 每个月能拿到8000块 恰好能覆盖妻子的治疗费 于是他跟着业务员走了公司所要求的流程 将自己的房产以225万的价格抵押 之后的两个月 他准时收到了利息 然而从第三个月开始利息收不到了 紧接着传出消息 公司老板跑了 张树慧隐隐觉得这里面出了问题 很快他收到了来自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一张仲裁案开庭通知 一旦败诉 他的房子可能就是别人的了